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地社爆料 2004年6月出道的以森吉 至今出道已经有18年了 但是这期间 以森吉没有收到一毛钱的姻缘收入 就有如奴隶合约一样 而引起了网友们的争议 根据地社爆料的内容 以森吉出道到现在 一直都有被公司干扰了一天 以森吉在发表《尤加达尼根》之后 马上就获得了国民地地的称号 接着参街歌曲也大红 成功拿下了当年SBSNBC 年末颁奖典礼的新人奖 登上了一线歌手的位置 而出道至今的这18年来 以森吉一共发表了27张专辑 137首歌 给公司赚了98亿的姻缘收入 而这期间 以森吉的姻缘收入只有0元 不过在这里更让人傻眼的是 公司表示 在2004年《尤加达尼根》到 2009年的《尤加达尼根》 这5年的账本已经消失不存在了 也就是说这98亿是少了5年的金额 而因为以森吉一直都被公司洗脑 所以也以为自己的歌没能给公司赚到钱 直到去年1月 以森吉收到了一份税务通知单号 与某位歌手前辈讨论这件事才知道 自己的合法收益 一直被公司偷偷拿走了 那这18年来 以森吉没有向公司提过姻缘收益吗 有 但公司高层的回答都是 森吉啊 虽然我不想对我所属公司的歌手说这样的话 你的粉丝们不买专辑 都不花钱 还要求的那么多 而你是亏损歌手 公司要怎么给你核算呢 你知道宣传专辑要花多少钱吗 又要送A媒体局长叉叉礼物 逼媒体部长叉叉礼物 然后在11月17号 以森吉向公司发去内容证明 要求公司开 应援收益分配的详细状况 然后在以森吉发去内容证明之后 公司代表也表示 以森吉这么方式的发了内容证明 我会堵上我的名字弄死他 堵上我生下的人生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以森吉的经纪人跟公司代表的短信内容 森吉哥现在到了拍摄地点 森吉哥团队走餐费用花了24000元 森吉哥与工作人员午餐花了52000元 不要花太多的钱 一日一餐 让以森吉用个人的钱付 信用卡抽出额度的话不行 你也是想好站哪一边吧 这是最后的警告 当天公司的A理事发短信给以森吉说 明天有很重要的电影拍摄吧 天气变冷了有点担心 以森吉回复 我透过经纪人听说了 全代表因为我发送的内容证明 而生气的说 要赌上自己的名字跟人生 一定要弄死我 我只是想要找回我正当的权利 怎么可以这样威胁呢 37岁努力工作的我 要像18岁一样的背骂吗 真的感到很痛心 以后所有事情都要想透过律师来对话 请见谅 然后金经纪人为了公司真的很努力了 公司也不能这样对待金经纪人 公司代表这一生无视了 一生气 一生气父母 一生气经纪人 一生气友人 为了不让我的人再受到这种待遇 我需要鼓起勇气 如果因为代表的暗害与威胁 我无法继续做一人的话 这也是我的命运而已 我不想与理事的关系也变得不好 希望以后能透过律师联络我 D社最后表示 以森给姻缘努力18年 终于开始反击了 天哪 以森给等级的人受到这种待遇 真的是疯了 竟然还忍到现在 以森给走红的姻缘那么多 真的好傻眼 还说什么亏损歌手 我是别家粉丝 但是看到 森给啊 你的粉丝们不买专辑 都不花钱 要求的还那么多 真的想给说这句话的那个人一拳 现在以森给粉丝们应该很生气吧 粉丝们买了那么多专辑姻缘 公司却把它做成零 没想到 Gasratin这件事 在一线艺人身上也能出现 真的太过分了 对于D社的爆料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担任2022卡达世界杯 开幕式表演嘉宾的 旁摊双全胆成功的舞台 对于D社的爆料